大家好,我鄧慧文,阿蕙,陪你一起聊心事,心事有人知 大家好,心事有人知,心事有人知,我是阿蕙,我是阿蕙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卢妍珍,小珍,杨肉如的企划主持人 所以今天又是双主持人的规格,不容易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非常的特殊 叫做情绪租屋,情绪租房 情绪租房,哇,这些新兴的名词我们要常常跟大家介绍 因为阿蕙也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就请小珍来,新时代的新人类 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情绪租房 情绪租房就是呢,因为我们出去外面不是会付房租吗 我们要住外面的房子,我们付的是钱 但是我们跟父母住的话,我们付的就是情绪 所谓情绪价值 就是父母他可能需要孩子的爱啊,或者是 陪伴啊,或者是你还要接受一些是父母过度的关怀 你会失去一部分的情绪上,还有人生自由 但是你换得住在家里的方便性 有一个栖身之地 对,有一个栖身之地 而且家里,因为家里其实还是有很爽的地方 因为家里就是可能,家里还是会煮饭啊 或者是洗衣精你不用自己买啊 像这种生活小事情 你就不需要自己全部打点 你如果住外面的话,你就要全部靠自己 连卫生纸一张你都要自己去买 可是家里就会准备好 可是呢,你就是要接受可能家里的人爱管你 或是对你人生有点意见 或者是尤其是你在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会被打断 我觉得这是住在家里最困扰的事情 因为家里突然有什么事情想问你 或者是妈妈有什么事情想跟你说 或者是家里的人今天突然很有欲望 想要聊天的时候,你还要陪他 大概是这样子 完全可以理解 那这样子的请一个人来住在家里 付这个情绪价值 只有值得,如果对孩子来讲愿意这样做 就是要能够抵得过他出去外面要付的那个钱嘛 那如果像这样讲的话 像台北如果租一个一个人可以生活的地方 可能要一万多吧 现在我猜可能要一万五了吧 台北市的话 台北市也要 要大概一万五 然后你愿意付 你愿意省那一万五 然后等于说你愿意用你的情绪劳动去赚那一万五 来当做房租付给你妈妈 因为我觉得住在家里不只是有秦深之地 还有一些很爽的地方 妈妈很爱帮你打点人生 就是打点生活啦 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跟家里的感情好不好 我觉得我算是跟家里感情不错 但有一些人是真的很难 但有一些人他其实省的也不只是那一万五 因为可能他有一些未来的规划 他想要买房买车 所以他现在此时此刻 他可动的资金 那一万五是付不出来的 他想要省那一万五 然后去未来真的逃离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 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他现在就是一天到晚跟家里吵架 然后呢完全合不来 可以为了一个鞋柜吵到就是翻脸这样子 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权威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 即便被说服了 但在吵架的当下 爸妈还是要赢 就因为这种小小的事情吵架 可是呢他就搬不出来 他明明赚很多钱喔 可是他就不愿意搬出来 因为他有他的财务规划 他想要买房子 所以那是一种整存整付的概念 就是我最后才要一笔领回来 对 所以我 他宁可付出这一份情绪 我现在存着 省着房租 也许理财什么时候 等到他够大趴了之后 我就一举班出去 我可以买屋了 没错 我直接离开这里 他的目标是这样 我一个朋友是这样 那情绪租房这个词 是哪些人在用的 应该就是讲这个话的时候的 那个脉络应该是说 啊我现在就是在 你现在一个月租多长 我现在用情绪租房啦 我跟我爸妈住的意思 我觉得比较像是 可能有些人是真的租屋组 然后呢他在跟你 你可能今天住家里 你住家里跟真的租屋组 大家在聊天 然后呢租屋组觉得说 你就很爽啊 家里都你不用付房租 然后呢 三餐还有人帮你打点 你住家里就是很爽 然后呢就会有 住家里的人 他们的反驳是 我使用情绪租房 比较会是这样 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厉害的话 你也跟你爸妈住吗 对啊你厉害的话 你住住看啊 你会觉得我很爽 你住住看啊 对啊你会觉得 你如果觉得我过得很好 你试着跟你妈妈工作看看啊 像这样子 那这个是可以告诉父母的吗 还是父母听了会崩溃 我觉得崩溃吧 会很不爽吧 很难过耶 以前这个不是叫啃老吗 哦对 然后现在不但不加羞 不羞耻 不知羞耻的觉得自己在啃老 还觉得他在付出 是爸妈的房子跟本 给你们无限制的啃 好像是这样子 你们如果谦卑一点说 对不起我就是啃 所以难怪就是 大家现在觉得 现在年轻人很草莓啊 为什么长辈会觉得 年轻人草莓 就是大家千百个理由 然后呢 或者是大家有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 就会觉得 你们就是没有真的吃过苦 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你知道我那天听到 你知道草莓族现在几岁了吗 最早被说是草莓族的 现在已经很大了 超过了吧 对最早被说草莓族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讲 大概比我们小一轮的人 就已经说他们是草莓族啦 所以草莓族现在已经是壮年了 轻壮年就是三十几岁 当初都有草莓族 那现在年轻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 有换一个新名字 我要讲的重点是 草莓族有的已经生小孩了 草莓族是在看他们的小孩 怎么看 他们不会说他们年轻人 现在小孩 我觉得他们以后会说 我们草莓算不错的 我们起码要压才会烂 现在不压自烂 你们没有压就长平啦 我们现在是 扁平族啊 这一代可能变成说 可能蔓越莓 就是会直接烂掉 只能帅成干 不然没有办法 对我觉得真的 真的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也是一个反转 就是 就是老人或者是 长辈一直都觉得 孩子没有办法自立 或没有办法达到 长辈以前想象的能力 可是事实上孩子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情绪价值 这些事 那有没有爸妈会觉得说 奇怪 你住在我家是免费住 然后我还付给你那么多的爱 你就是有吃又有链 然后等于说 我房子给你住 我还倒贴你情感 没有孩子会这样想 孩子都觉得跟父母住是一种情绪劳动 其实不一定啦 因为这都很看个案 像有一些家庭住家里的话 爸妈也会跟你收一点费用啊 就是家用嘛 所谓家用 可以吗 可以吗 现在大家耳朵都数值了 可以吗 其实很多朋友 大家都还是有在给家用 我们家也是有 但我们家现在比较特别 你要给家用 几节之前有给 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差别是因为 我现在是直接在帮我妈妈赚钱 所以呢 就是我们就没有再细算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哦 怎么样 这个以后算起来的话也麻烦哦 你说家用吗 没有我有听过 父母子女一起工作 然后就没有算钱的 对 以后真的算起来的时候 麻烦吗 有时候也会是复杂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起赚钱 我现在是有领固定薪水 哦 那就是要这样 对 我们有讲好 有固定薪水 那多的是多的 但我就不会再去算 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感情好 所以我觉得 有些东西没有 就是真的把它 因为有些可能我们像 业务的话 就会有抽成嘛 业期差 我跟你讲 这个比较容易 就是说 你跟妈妈工作 然后你也还没 结婚嘛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 就还没有要搬出去 对 所以就延续本来的 给你一口饭吃 对对对 我想小真也是会 打理家务 也是会做一些事情 你也是个有用的人 不是一个扁平族 躺平族 躺平族 不是扁平族 对 扁平族 大家比较容易记忆 所以你 例如说一起工作 那会计算你的薪水 其实薪水不一定有 汇到你的户头 可是大家会有一个kimoji 一个认知说 对对对对 我做这些事情 我存了多少钱 年轻人总要知道 自己口袋里面 已经有多少钱了嘛 我现在跟你讲 养自己的女儿 为自己的儿子吃饭 都没有问题 我现在跟你讲 一个恐怖的案例 小真 如言真 假设你交往了另一半 我用 带回去担人家 一样吃你妈煮的 用你爸买的 这时候爸爸妈妈的感觉 就很复杂了 可是 我告诉你哦 那个跟你一起回去 回家 回你家住的那个人啊 才真的觉得 他是情绪足务人 他觉得说 如果我有选择 我也不要跟 女朋友的爸妈住 我好伟大 我付出了很多 我其实从来 我也不一定要吃他的饭 但是我让他煮饭有人吃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付出很多 这个就是情绪 租房的延伸 就是说 我去住在你那边 接受你们的照顾 是 一种付出 你知道老人家听到这个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说 我是已经打到 我失去 我哪有没有办法理解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理解 你知道吗 可是 已经有越来越多 这样子的现象了 因为我喜欢跟小真聊 就是我们跨两代 我是他妈妈那一代的 因为我妈妈小啊 对 我比他妈妈小 然后他比我女儿大 这样子 所以我们算是比 真的妈妈跟女儿 稍微接近一点点这样子 可是呢 我周边已经有很多朋友 聊天会聊这种事情了 就说 我儿子的女朋友 全家都在美国 所以儿子女朋友来家里住 或者是我儿子上大学 交了个女朋友 他们是外线市的 所以呢 他如果在外面租房子 我儿子就会整天跑去那里 不如把他带回家 对对对 因为姐姐已经出国念书了 或者说出家了 但我有朋友真的是这样子住在男朋友家 欸你会愿意吗 就现在的女孩子 就讨论起这个时候会想些什么 如果男朋友说 欸我们家有一间空房间 我妈说 你可以来住我家 我真的觉得很看个案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没有地方住的话 我觉得是会愿意 怎么会没有地方住 钱拿出来租就有得住啊 就是钱不够啊 就是重点就是钱不够 钱不够会去住 这个我可以理解 欸我不知道 小郑如果我是妈妈 我会跟你讲 钱够去住还没关系 因为钱不够才去住 就爱人一姐 这样感到好 人家会想说 你就是住不起房子 对啊对啊 还没嫁人就爱人一姐 这样好吧 但有些人就是很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蛮 蛮多不太羞于去讲自己没钱的 你知道吗 你说我们讲没钱会觉得有一点点丢脸 现在没钱很光荣 因为是国家经济不好害我们没钱的 时代不好害我们没钱的 以前是个人能力不好 你才会没钱 现在会觉得说 就是这个产业很不好啊 因为我自己学表演艺术 所以呢 其实真的大家 我们都知道那个薪资不高 然后呢大家都要想办法自己去打工 去各种斜杠 所以呢赚不了钱是正常 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下 大家蛮不羞于去讲说 应该说没什么好羞的 因为我们真的都很努力 但是真的赚不到太多钱 对 所以呢 反而也不会太觉得说 我爱人家一姐啊 或是怎么样 我最近也在跟我的朋友们讲说 你们可以不要穷那么明显 你们不要再这样 穷明显是会有什么征兆 我没钱 你要找我接案子吗 这样子啊 可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 我没钱 各位要置入嘛 对我没钱 我们节目没钱 请大爹干妈帮帮忙 我干爹干妈要置入节目吗 对对对 大家现在都这样子了 真的 然后或者是有些年轻人 还会直接把自己的那个账户 有没有 放在他的现实动态说 有没有要给我红包 这样 真的 那谁要给他红包啊 粉丝啊 朋友啊 真的啊 因为我一直都不了解那种 为什么会有人看直播看一看 就会那么愿意赏星星啦 逗内钱啊 到底这种心态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觉得你很需要 那我有100块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赏给你 这样子 那个感觉就不像是说 我们捐钱了 那是一种投资 像是你花钱买喜欢的东西一样 那感觉不一样哦 那为什么大家不一直抖内阿慧的节目 是因为觉得阿慧很有钱吗 所以你要讲 你要说 请干爹干嘛 帮帮忙 如果你是小干爹的话 又怎么样 那我就要装穷吗 也不用装穷啊 这就是一种投资 所以呢 那个心态不太一样 本台用这么好的麦克风 然后跟大家说 没有钱 要大家抖内说得过去吗 可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越来越可以理解说 所有的产业都是有进有出的 就是我们这样这样子的节目 我们提供的是娱乐 或者是一些情绪价值 那我们就一定要 又回到情绪价值 所以 我觉得现在这整个年代 情绪变贵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以前情绪就是没本生意 你不管伺候一个人 然后被一个人情绪虐待到什么程度 你都不会去想 我付出了很多 我赔了 你只会觉得说 跟他在一起好痛苦 可是我觉得 你告诉我们一个 划时代的新观念 就是情绪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付出情绪劳动 其实是 我有给你东西 你有欠我东西 这种概念 以前是没有的 对 现在好像真的是这样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灵性的课程 或是身心的课程 你懂吗 就是因为大家 很容易 现在大家很重视 情绪被打劫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会很希望 可以去解开 让自己解脱 对 所以当这个东西 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的时候 它就有价了 它有价 然后就会意识到别人 对我们情绪的抢夺 哦 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几天 听到一个新名词 嗯 一个心理 心理治疗师 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真的 大家也要学一下 今天我们讲情绪疏屋 对不对 嗯 大家之前听过情绪勒索嘛 嗯 对 情绪接线嘛 啊 情绪劳动 我跟你讲 我跟你 两个人 相处 不管什么关系 好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一直讲 很烦啊 弄得你乌烟瘴气 就我情绪污染你 嗯 可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我说 哦 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太好 我先出去走一走 你好了再告诉我 我不要接触你的负面情绪 对对对对 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叫什么 叫情绪白嫖 哈哈 就是 就是说 我有情绪的时候 我嫖你 你知道吗 你要服务我 你要安慰我 可是你有情绪的时候 我不安慰你 这个这个名字 讲这个例子的心理治疗师是说 他发现 可能很多的女生 从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被教导要贴心 要多安慰人 所以他看了一些 就是年轻人的那个恋爱关系 然后女生大幅度的觉得说 男生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要我安慰他 我不安慰他就去找 其他人 红粉之急 就我好像没有办法提供他 他想要的 我在你这边找不到爱 找不到温暖 可是当女生有困扰的时候 男生就觉得说 嗯 你为什么不能处理自己的情绪 就逃之夭夭了 所以他们就说 有些女生最后就 就是用这样子一个具象的东西 说这难道不是一种白嫖吗 不对的 对 我可以理解 在那个当下觉得自己被白嫖 对 所以你看哦 以前要讲嫖这个字 要动用到身体 其实现在情绪也被视为跟身体 那么样的重要了 所以以前是只有身体才会说有这种字眼 但现在连情绪 你不可以白嫖我的情感跟情绪 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 如果去住在你那里 我没欠你什么 因为我付出了情绪价值 这是一个对于人缘之间互相承接 观念很不一样的新时代 我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 还是你活在什么样的断层里面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跟我在一起的是小珍 卢妍妊 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 哇情绪价值这整件事情 现在是一个新观念 新观念是有价的 你觉得你妈有get这个新概念了吗 觉得说小孩承接我们的情绪 是一种付出 我觉得她有 也没有说到是一种付出 只是我觉得她开始转说 她没有立场 而且你如果把自己的情绪丢 直接丢给对方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她开始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妈妈也是这几年 努力的学习吧 因为我也觉得 我是很 应该说小孩比较大了之后 她比较会表达之后 我才意识到 原来 其实 我的情绪 即便我不是骂人哦 我今天工作回来 疲累或什么 她都会受影响 我女孩会跟我说 就是她会 她会臭脸 然后我就会去问她说 请问你今天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她说没有啊 她不开心你精神不好 她不开心妈妈看起来不开心 但是她一开始也不会表达 所以我就慢慢的问问我才理解说 其实我觉得对耶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 小生小时候你妈妈很忙 包括她照顾的人很多对不对 但她都调试的很好吗 还是说她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说 她嘎不过来 或者说情绪很低落 压力很大很紧绷 我其实发现 我最近也在跟她聊 我发现她是一个 不太会把事情往身上 把情绪往里面太咀嚼的人 因为她是属于就是很直肠子 就是事情发生 她就胖胖胖 就要爆掉 但也造成一个问题是她 大家会觉得她脾气不好 因为她会在那个当下 用她想要炸开来的方式发泄完 所以小时候是很怕妈妈的 到现在还是很怕 因为是有压力的 因为你很怕她随时随地会自己突然 自体爆炸 可是她爆炸完就好了 所以她反而是属于不内耗类型 现在她要讲内耗 那我要问的是说 像你当小孩的时候 比方 我母亲也是这一型的 我会怕 超怕啊 但是那个怕没到恐怖 因为你知道她生气 你不会miss掉 你不会miss掉她生气的讯息 因为她很爆 她很显化 她很清楚 你会知道她在发脾气 然后她发完就算了 她不会来硬的 但是我遇到一些 有一些人她的成长过程当中 比方母亲深度的忧郁 那母亲看起来 嗯好 嗯很好 一百分很棒 但是她整个阴沉沉 乌云笼罩 你感觉到那个气氛不对这样子 今年累月的 我跟大家讲 我听过一个故事 非常的那个情绪压力 所谓大人给小孩子的情绪导动 就是那个 你知道如果你大人不开心的话 小孩子很小很小就会受到影响 是啊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 通常她爸妈妈会争执 可是爸爸是养家的人 所以妈妈没有权利跟爸爸抗争 嗯 那每一次爸妈妈吵架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有怕到什么程度吗 他说有一次 他爸妈妈 就大家都关灯要睡觉 可是爸妈就在房里吵起来 吵得非常非常的大声 然后 轻轻轻轻轻轻 他们就很怕 然后 就想要去开 爸妈妈的房门 因为他们几个小孩 其实已经学会一件事 就是 如果小孩进去乱的话 可以赚着注意力 例如这时候 如果跑进去说 我肚子饿 妹妹打破东西 他们就不会这样子去吵 弟弟找不到明天 要带去学校的铅笔盒 这样大人就被迫要来处理你们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 save妈妈 是是是 所以很小的小孩 就 连幼儿园的弟弟都知道怎么出伤 然后真的不行 有时候他们都都破杯了 好 那就是 逃打 你知道多可怜吗 逃打把爸爸的注意力引过来 就不要爸妈 对对对 看到爸妈的房间 可是那一天他们打不开门 因为他们从里面锁住了 然后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 已经是长大成人的 然后这位女性朋友 她就说 他们几个人就去撞那个门 用尽一切椅子啊 扫把啊 托把啊 什么家里面可以用来撞的人 都一直撞那个门 撞撞撞撞撞撞 突然一个撞 把门打开 不是撞开 是爸爸打开 说干什么 搞什么 你们一直在搞什么 一直在撞门干什么 然后他们说 他们三个眼睛这样 爸爸已经在骂要打人 他们眼睛在看里面 看什么 看妈妈怎么样 看妈妈还有没有活着 你可以知道那种恐惧吗 他说 那我们三个就很甘愿的 被打被骂 通通去发战 因为我们撞门啊 来吵来乱 但是我们一定要开门 确定 去救妈妈 他也没办法救妈 但是他看到妈妈还活着 那种恐怖 你可以想象吗 从小 爸妈一吵架 你就要担心 妈妈会不会被打死的 那种状况 有多恐怖 他说 所以他 后来 一生都觉得说 他的情绪 情绪力 还是情绪存款 已经在很小的时候 就耗完了 因此在他后来 自己谈恋爱的过程中 他没有办法忍受 任何 一点点 就是情绪波动 男人的情绪 所以他就被他交往的男生说 就是你 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在一起 就是 好 比方说 他说 他的男朋友 如果今天工作上有什么压力 还是跟自己的家人 有什么压力 然后只要对方 叹一口气 他就心跳 他那个胃 就会直接翻腾上来 我可以理解 所以你一样再讲 我觉得这是一整个就是 人类终于进展到 知道情绪 会多么伤身 跟多么负担 其实也可以说 是人类在自我觉察上的进展 但是 我要讲的是 但是 这也会让很多没有转过来 不理解这个新概念的人 觉得 现在的家人朋友 现在的人都好无情哦 确实 我觉得 现在都在讲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 丢给别人处理 我其实也在害怕说 会不会有一天 大家都很会自处的时候 显得我们的爱不够 我其实有在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一直在跟自己调试说 很多时候我应该 要想办法 自己可以消化情绪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靠谈恋爱 在成长的人 然后呢 在恋爱的过程中 你也看到自己不同的样态 以前就是 再一个就是 哇 你情绪很上头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 现在这个人来跟你讲清楚 你哭也要在他面前哭完 他要听完我哭完 然后现在开始会觉得说 好 我不要在情绪上处理事情 我跟我自己消化 我跟我自己对话 然后呢 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去复盘这一切 然后当我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我其实情绪已经处理好了 当然这样子的感觉 好像很健康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那 我要你干嘛 对啊 会有这个问题 对啊 没有那种脚啊 膜啊 的感觉 那分开也OK啊 对啊 那分开也OK啊 跟你分开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也会想说 是不是有时候 还是要找到一个中间值 是 你怎么样去 适度的跟亲密的人 有一些情绪的连结 可是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 收放自如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们到底要这个人干嘛 我是最 我现在是我最大的问题 如果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也有这个疑问 对对对 如果我自己处理得很好的话 你可以提供我什么 我跟你说 我心情不好 假如我讲一个画面 想象画面 我心情非常不好 然后我就告诉我的伴侣 说我怎样这样 心情不好 非常忧郁 然后 这样 然后 然后 他说 时间到了 我该上班了 你好好加油 振作 拜拜 然后他就走了 我现在看很多 有忧郁症的人啊 他自己忧郁到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他的家人朋友 生活如常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理想的状态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 有一个人忧郁 会拖垮全家 是 好 可是呢 有时候我也开始茫然 就是病人会问我说 你知道吗 我忧郁到 几乎都不确定 我能活过今天 我们全家 生活都照常过 该娱乐的 该上班的 该应酬的 都照常过 他说我先生没有因为 好像我没重量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啊 但是 那 例如说 我有个案说 他忧郁 他真的忧郁得非常严重 他忧郁到 我们会有时候担心说 他会不会想不开 可是他说 他先生啊 这一年来 他在吃忧郁症药 在治疗的这一年当中 他先生没有减少过 任何一场应酬 而且并不是说为了要赚业绩 一定要去应酬 什么陪客户打球 那种不是哦 是他的应酬 娱乐 没有一个减少 对 没有落下 跟朋友的交际 然后以前的观点 要是我们 比较以前 就会 有一个直觉 觉得说 会不会就是因为先生 没有办法给他情绪支持 他忧郁才这么不容易好 可是我觉得 现在的观念啊 我告诉你 我讲的这个例子 人家是那个先生 有去看心理治疗室 心理治疗室 就告诉他 你太太的忧郁 跟你必须客题分离 哦 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扛他 对 因为你自己如果 就是他的行为 是在自保啦 应该是可以这样 对 然后他也觉得说 那如果这个家 我太太已经垮了 我再垮了 那这个家要怎么办 所以他觉得 他非常的有理由 不要太靠近 太太的情绪深渊 这个在现在 有越来越多人接受 而且很多的 伴侣关系认为 你不应该 用你的负面情绪 是啊 来燃烧我 来消耗我 这样是有罪的 但是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 蛮茫然的 很茫然 就这个东西好像 没有一个 中间值跟 可以真的被处理的方法 结果 你就会聊到最后 变成源头是 有忧郁倾向的那一个人 他要想办法自理 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会不会 现在的人生观 就是说的事 都是你自己的事 其实你就是要自理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 就不要赖别人 对 别人也不可赖 不可靠 不可靠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是 出自一种 对别人的不信任 就是你不信任 他可以承接得起 你的情绪 然后你也觉得 他应该要我自己的人生 你不应该 我知道我不应该 把我的 坏情绪丢给他 然后呢 我也不相信 我丢给他之后 他可以 如我所想的 承接起来 所以我 自己消化 我觉得这里是一种不信任 因为有些人 闷着不说 但我最近也在想说 我以前是属于那种 你有什么闷着不说 出来是不是好一点 我是你亲密的 你有什么不告诉我 可是我最近又觉得说 会不会 其实对他来说 自己消化是 对他而言 最好的处理方式 可是那这样 我又 那我又是什么呢 我又变得更茫然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那天 那个 有来宾来跟我们聊 你有听过阿该吗 阿该 闺蜜该该叫的阿该 他也是一个Podcaster 然后他在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泰辣一起 有录过很多节目 那个应该是年轻人 还蛮熟悉的 一位那个Podcaster 对 那他就分享说 他的亲密关系的 一些成长 他说 他有时候会是 可能跟他成长经验有关 他说 他不太喜欢把自己的 太多 像情绪需求啊什么 拿出来压在 别人身上 所以他曾经被伴侣问过说 那 你需要我什么 我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被需要的感觉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 年轻人在交往的时候 会对不到频 对不到频 你到底是希望 有点重量被我压着 还是你希望我都不要压你 就是这个很难 我最近越来越觉得 真的人的性格塑造 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回归到 我们刚刚讲的 情绪租房的问题 因为像我要怎么 我们跟我的家人 真的可以好好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住在一起 就是我跟我的家人对平 就是我去认同他们的生活习惯 跟他们走在一条线上 我越来越像他们 所以呢 我们可以好好的住在一起 然后呢 现在变成说大家 因为我们来自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 然后呢 我们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 有点 不同频率 刚刚讲的不同频率 你说如果两个朋友要住在一起 两个伴侣要住在一起 对 两个伴侣住在一起 像我们家是属于那一种 很喜欢 家庭氛围很亲密 然后很喜欢分享爱的类型 然后呢 遇到了一个就是 整个家族 大家都属于我们自己处理自己 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两个人相遇之后 喜欢散发爱的人 像我 我就会希望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可以 我愿意 我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处理 可是呢 我可以陪你一起走 可是呢 那个人是完全不喜欢说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释放 然后呢 反而是 在我说 没问题啊 你可以靠过来 靠过来的时候 反而我的这个邀约 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 对 是一种压力 然后我就 到底要怎么办 这是我现在发现 真的 人从小的生长环境 会影响这个人 性格 对 很大的差异 就像刚刚那个 听到有人 一有情绪 就会胃痛的 那个状况一模一样 你讲的这个 我非常的同意 然后我等一下 再让你惊吓一下 嗯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心理学上 其实你说的这个状况 几乎是命定必然的发生 啊 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说 跟我在一起也是小真 如言真 刚刚谈到 如果来自于 这个家庭 是大家情绪分享 交流 非常紧密的 嗯 那就会调频成这样嘛 才能过下去 对啊 哇 如果这时候 以后交往了一个 来自 各自处理 各自的 的家庭 的情绪的家庭的人 哦 那就会发生一种状况 嗯 我说你刚刚描述的 非常传神 那可以想象说 嗯 假设你 然后假设另一半 然后 你看到另一半心情不好 嗯 你就会想要去关怀 因为你妈就这样对你的妈 对啊 你妈就这样对你的妈 你妈就这样对你爸的嘛 效果都很好嘛 他们也希望你这样对他 然后我们就去问啊 就说哎呀你怎么啦 或什么 然后对方都很不耐烦 也不想回答 他就说我想自己静一静 你就会感觉到很异常 然后觉得自己被 呃很 很 莫名的 被推开来了 被推开 推开对 那 再问下去呢 你就会 遇到鞭打 我觉得就所谓的鞭打就是 感受上的鞭打 他会就叫你 赶你走这样 那我看到的例子就是 对方的理解是完全另一回事 因为他成长于那样的家庭 他就觉得说 我都已经心情不好了 你还要来烦 可是你其实是觉得你是来关怀 可是他是觉得说 你在这时候又来给他压力 他这时候只是想要关门 因为他要自己去处理 他很忙 他们的说法是 我很忙 我要处理自己的情绪已经很忙了 你还要我讲给你听 我都烦这件事已经很烦了 你竟然还要问我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那么衰 我现在就已经很烦 我解决我的问题都来不及了 他说我还要解决你的担忧 对对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来自不同家庭人要对评 可是我刚刚说我要下小镇 请说 我准备好了 你知道吗 这样的人就是会跟那样的人谈恋爱 嗯 那怎么办 为什么 放他走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你成长在这样子的家庭 然后 如果是来自一个不同家庭的人 刚开始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会误以为 他是对的人 因为他情绪不分享 然后在热恋的时候 他是不是因为他不讲他自己的烦恼 都在听你的烦恼 嗯 你是不是会觉得 误以为 误判为 他是非常 可以了解你的人 可以聊情绪的 嗯 因为聊的都是你的情绪 嗯嗯嗯嗯 可是忍到热恋期过了 你就会发现 你的情绪 他没有每一样都那么热衷 对对对 而且你就会发现 他有情绪的时候 他也不分享 那个问题才会暴露 对对对对 所以第一个是 误判 因为这种人 误判 蛮容易被 对家庭很分享的人误判 对 而且在热恋期的时候 他们还会愿意讲一点点 因为以前的事情 已经消耗完了 已经消耗完了 以前的事情 他反而可以讲 还讲以前的 但是此刻发生的情绪 他没有办法说 对对 然后另外一种状况是 以我来讲的话 因为 我的家人是情绪分享很多的 嗯 就我讲我母亲跟你母亲 有某种类似 他的情绪是藏不住的 对要爆料 对对对 然后整天都在讲他的事情 我在 结婚之前啊 我如果跟他聊天 其实 我嫌少跟他谈到 我跟我的朋友怎么样 你说妈妈吗 对 我妈几乎不知道 我跟我的朋友怎么样 因为没空谈 我跟我朋友的事情 因为他讲自己的 他讲 哦 我跟你讲 那个阿姨 就这样 我跟他讲这句 他就生气 然后又 他又跟C阿姨 然后D阿姨 我一天到晚 在做他人际关系的顾问 听他讲 对 我听他讲很多 就在我年轻的时候 听他讲很多 但是他没空听我讲 好 所以呢 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有遇过 来自这样分享很多的家庭 可我觉得很烦 我也是 我就觉得说 我跟你说 我去他们家 一起吃饭 好像是他 不知道他爸爸还是谁生日吧 那因为我是女朋友 就也被请去吃饭 他们家的人知和乐融融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分享事情 我才第一次去啊 他哥哥也跟我讲 他未来的影响啊 或什么什么 然后他妈妈 他跟爸爸问我 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爸爸也讲 我当你啊 这样 每次都把我当自己人 一样的分享 我就 累不累啊 我在家亲我妈的 我脑子已经塞满了 你知道吗 我也有遇过这种事 然后 后来 我选择了 很安静的 什么都不讲的老公 那一阵子 我觉得好宁静 因为跟他在一起 他都没有事情要讲 都是讲我 跟我家的事情 我觉得很棒 就这样结了婚 我跟你讲哦 到后来变成你讲的那种状况 他有事不说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气到爆 开始怀念 以前哪一餐饭 如果好好吃出来 你看现在跟公公也在聊心事 跟婆婆也在聊心事 好温暖哦 好喜欢那样的家庭哦 可是其实 我说心理学上 为什么你在谈恋的时候 其实 你就是要追求一个 跟你原生家庭不一样的东西 是啊 所以你会被另外一种人 第一种是误判嘛 那这种是没有误判 但是你真的就 你会喜欢那种安静 而且 你就会觉得你也不想再承载 听更多人的心事 问题是长期生活下去 毕竟两个人 你还是希望某种情景 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调频 真的非常重要 各自来自什么家庭 很难一样 很难对盘 就是我要讲说下你 就是说心理学说 你甚至会去找不对盘的人 在一起 可是后面能不能认知到 这是我们的差异 就是要不要摸 能不能摸在一起 又是另外一件事 要配合 这个就不容易了啦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在调频 那有一句话 我幸好我还记得 你刚刚讲到的时候 我有被叮一下 就是 那么你 你这样算情绪租房吗 你不算 因为你跟你爸妈感情 觉得不错 还是有时候会 你有付出情绪 还是有 嗯 但不到完全情绪租房 就没有到觉得这么 自己那么可怜 那么委屈 那么委屈 我负得起 我负得起这份情绪 你负得起这份情绪 然后获得的也还 可以抵 可以相抵 我负得起 不会觉得你单方面的被剥削 对对对 那你刚刚说 要如何 跟父母住的时候 能够好好的相处 就是你要对他们的贫 然后用他们的方式去生活 哎 你的意思是 子女对父母的贫吗 因为这是父母家 还是父母也要开始 孩子长大了 要开始调整 去跟孩子对贫 我觉得都有 可是有时候是原生家庭 你从小被灌输的观念 那个是改不掉的 像是我们会喜欢要分享 这种心事 是因为我们从小 从小就会被这样 被这样的制约 所以这个根是不变的 可是呢 我当然长大 我有接触 我认识的世界 有我自己认为更好的状态 那这个我当然就会带回来 跟我妈妈对话 像最近我也开 我觉得我妈真的越来越好 因为她以前会很喜欢 把我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 然后让自己很困扰 所以导致我有很多事情 我不想跟她分享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已经处理不完了 我还要再 再处理一份你的担忧 请问你们当小孩子 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什么叫做你处理不完 还要处理我的担忧 我是在帮忙啊 是我在处理你的担忧 可是我还要跟你解释 然后呢 你又跟我是不同思维的人 然后就觉得你不懂我 社会啊 就是要不同的思维 因为我的思维比较有用啊 我可以点破你的盲点啊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 站在不同的立场啊 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 你现在觉得不介意的事情 现在对我来说非常严重啊 你们现在 我的妈妈现在就是 不介意别人过得怎么样 因为她觉得自己过得够好 可是因为我就觉得 我自己过得不好 我才很介意别人过得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跟别人一样啊 你是说会比较吗 会比较 就是我们在这个年 我现在很容易有比较心 可是我妈就已经豁达了 她觉得我已经想要的都有了 我已经努力过我的人生了 哎呦好惭愧 我前天才骂我女儿说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别人比 所以是比较对某个阶段是很重要 应该说你会不小心 可我觉得那个是 比较没有不好 因为它是一种就是促进你成长的动力 可是如果当它会来反噬你自己的时候 那就不健康 反正就是说妈妈有些事情已经豁达了 所以会忘记这件事情对你很困扰 所以当你在困扰一件事情的时候 她如果还要一直去出主意 对你是额外的负担 对对对对 然后我前阵子刚好就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很焦虑 然后呢我就 因为我跟我妈很亲密 我们每天待在一起 所以我知道我如果状态不好 她会有察觉 她会有担忧 所以呢我在 我发现我自己情绪有点状况 过了两三天之后 我主动给她提出这件事 但我只是想要告诉她 我现在的情绪有点不太好 但是不影响我的生活 的那种程度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分离这件事情 可是我刚才讲之后 她第一直觉就很想帮我处理 很想帮我处理 然后我就跟她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能不懂我的感受 很想帮你处理的意思是什么 建议你要这样要那样 很想要建议我 因为她会觉得我说的事情没什么 她想要用她的方法告诉我 这个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有什么 所以我就会在言谈中提到几次说 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但是怎样怎样 可是我觉得我妈有很大的改变 她那时候 我虽然说我说 你可能不能理解的时候 她有一点点受伤 她还要跟我讲 她有一点受伤 然后但是她在那个当下 她没有生气 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说 你说说看我在尝试理解 你说说看啊 我在试了 然后我就觉得啊 突然觉得哇 我跟我妈变得更近了 因为我们很诚实 我们没有 她已经开始了解到说 我们不需要 去帮别人解决问题 我们她今天只是在 陈述她的状况的话 我试图理解 试图理解就是在此时此刻 我需要获得的回应而已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变得更亲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 现在我的情绪 租房是可负担的 因为我们两个在 在调 调到同一条线上的路上 是 这些分享的例子 带给大家作为一种参考 你说说看 如果你觉得我不了解你 那你再 说说看 我再尝试了 我再尝试理解 我觉得很棒 很好 好 那么今天回去就来 问我小孩 那 OK好 我尝试 我尝试理解 我尝试理解 让我们这个 跟父母同住 诶其实如果孩子都愿意跟父母同住 也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 哪一种社会问题 诶社会问题啊 就是有 独居老人没人照顾 哦是这个部分 然后年轻人又没有房住啊 那大家快乐住一起 轻盈共 诶你知道轻盈共居是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策略 真的吗 可是很奇怪 轻盈共居就是轻要去跟别人的营住 不跟自己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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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青年去跟不认识的老年住 比要求他们跟自己的家人住容易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客套啊 诶 呃我觉得这里面很有趣 当然不是只有这样 我是有点开玩笑 当然轻盈共居有很多它 呃 很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我是把它借用了 大家不要太介意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跟别人家的爸妈住 怎么会跟你自己的爸妈住更容易的话 嗯 可能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彼此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调频 嗯 或丢掉一些预设 嗯 让彼此的情绪劳动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 难以负担 负荷那么大 对 是 好 谢谢小真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